这个冬天怎么能不去哈尔滨呢 哈尔滨这座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城市 以其独特的冰雪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 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更是冰雪之城的璀璨明珠 冰雪旅游的必去之地 这里有各种冰雪景观 冰雕 雪雕 冰灯等美轮美奂 令人目不暇接 据悉 第25届冰雪大世界将以龙腾冰雪 竹梦亚冬为主题 园区占地面积81万平方米 总用冰和雪量为25万立方米 将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与龙江地域文化 冰雪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创作 为世界各地游客打造一座 即冰雪艺术 冰雪文化 冰雪演绎 冰雪建筑 冰雪活动 冰雪体育于一体的冰雪乐园 但你知道吗 这么大的工程仅仅用了26天 外媒都惊叹 中国不愧是几件狂魔 今年的冰雪大世界规模堪称空前 耗资35亿 规模达81万平方米 比北京故宫还大上一圈 白天它晶莹剔透 夜晚则璀璨如梦 仿佛童话般的冰雪乐园 主塔冰雪之冠 位于园区辉宏的主轴线上是整个园区的灵魂 冰雪之冠高43米相当于16层楼高 用冰量1.3万立方米 是园区内最高单体最大的冰速景观 主塔以传承创新发展为理念 体现龙江腾飞和振兴龙江的精神 2023年12月18日11时 第25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开源 开源不到三小时 预约游玩人数就突破4万 到了冰雪大世界的建筑工地 如果不告诉你这是什么地方 你可能会认为是房地产开发 那规模那气氛 完全可以用热火朝天来形容 冰雪大世界的建设现场 没有人能够想象出这里有多么的震撼场 工程高峰期约1万人左右 集中在81万平方米作业 参与施工 电力 特种设备操作工 理工 寄工 安全员 监理等 冰雪大世界的建设与建筑的建设很相似 只不过是它的原料是冰 但必须要结实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工时 松花江还没封江 那么冰雪大世界的冰势从哪来呢 冰雪大世界的冰势去年采冰的时候 存下来的冰存的时候用了多层保温技术 比如对隔温隔热底部防潮进行了处理 才存到了今年冰雪大世界使用 存冰是为了能提前让冰雪大世界开工 这些冰块去年从松花江开采出来后 就运到冰雪大世界 在这里 它们被盖上足足五层饱含棉被 分别是两层塑料布 一层草帘子 一层珍珠盐 还有厚厚的一层土 这听起来跟小时候卖冰棍的冰棍箱原理差不多 随后 等到松花江封江之后 工人们就会出发前去采冰 采冰也有一道科学的流程 按线切割 然后扎开形成冰块 再用勾了拉出水面 再装上车 这是一个基本程序 勾出现的冰面开始扎 大家要统一行动 用签子扎出现来 然后工人再用勾子勾取冰块 冰就是这样在江上被一块块的砸开 拉走搬上车 随后再拉到现场 冰雪大世界 对冰的要求也很高 每一块冰体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厚度都在40公分 为了保证足够的优质冰供给 每天将有千余名采冰工人 近500辆运输车 参与到采冰工作中 日采冰量达1万立方米 工人们为了抓紧时间 每天早晨4点多 天不亮就来采冰 一直工作到下午6点多什么 也看不见了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到最终建成冰雕景观 中间还要经过一系列操作 比如会用到的工具 就包括油炬 刨刃 冰铲 冰村等多达20余种 首先是油炬工 根据设计图纸 将冰块进行大体切割 切割好的冰块 按需要整齐码放 并浇水将它们粘在一起 在寒冷的户外 水就像是浇水一样将冰块完美粘合 当冰剑达到一定高度时 就会用到吊车和脚手架 而在冰井建筑搭建完毕后 雕刻师傅们还会用工具 对冰雕进行精修 外侧的冰柳还要进行清理 这就是所说的洗墙 之后撤离脚手架 冰剑景观的建设就完成了 随后再由雕刻师傅 对冰雕进行雕刻 冰井的雕刻是个细致活 在室外寒冷的温度下 雕刻师们用冰铲一刀 一铲手工打磨 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精准拿捏 稍有差池 就会前功尽弃 如此绝美壮观的冰井 是自11月23日取存兵开始 万名工人不舍昼夜辛苦建造的 在零下二三十摄适度的天气 为了雕刻造型 他们满身冰霜刀客斧凿的每一步 都只为让这座梦幻的冰雪王国 早日与我们相见 槟城人不仅建造了 现代冰雪艺术的巅峰之作 同时还成为了冰雕雪雕建设方面 国家技术标准的制定者 这座无与伦比的冰雪童话世界 有着让人望尘莫及的荣光 1999年12月31日 在中央电视台《世纪之交》 千年庆典实况播出中 45秒哈尔滨松花江冰雪大世界的盛装亮相 让全世界从此知道了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这个名字 使哈尔滨国际冰雪节 基深于世界四大著名冰雪节之列 24年过去了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64岁的郝刚 难掩激动的心情 退休前 曾在哈尔滨市建委工作的他 曾担任过冰雪大世界设计部副部长 是第一 二 三届冰雪大世界的主设计人之一 并在第四至第十五届担任顾问 为迎接千禧年的到来 当年联合国 您以电视实况直播形式 播出各国参与的庆典活动 经过多轮评选 哈尔滨 上海 武汉等城市 有幸入围 哈尔滨将以冰雪特色代表中国 参加全世界电视实况直播 千年庆典活动 为了迎接这一旷市盛典 哈尔滨市委 市政府决定 在松花江江心沙滩新建一座大型冰雪主题游乐园 以冰雪艺术形式展现哈尔滨市独特的城市风貌 去过冰雪大世界的人 都会被他令人叹为观止的冰雪美景所折服 这背后 凝结着无数冰雪景观建筑工作者的艰辛付出 业内人士公认 哈尔滨的冰加工史可分两阶段 1999年之前 以冰灯雪雕为主最著名景点是赵林公园冰灯游园会和太阳岛雪博会 那个时候 单体冰景观最大的单体用冰量在3000立方米左右 1999年以后 进入大型冰雪景观建筑阶段 冰雪大世界单体冰景观动辄突破1万立方米 冰景建筑的辉红也意味着危险系数的成倍增加 冰雪大世界最初几年 工人们造大型冰景大都凭着经验来建设 工艺 工法落后 质量参差不齐 耽误施工进程不说 还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因为没有大型冰雪景观建筑建设经验 施工中经常会出现问题 比如 第一届标志性建筑世纪钟楼刚刚建成就发生清斜 第二届大型冰滑梯滑道动胀开裂 第三届大型主景 世纪坛施工时主体塌落 低温喷泉洞胀漏水 一系列的问题 虽然都在当时以最快的速度得以解决 但如何提高施工安全质量 避免事故发生 成了让建设者头疼的事 为此 曾担任过冰雪大世界设计部副部长的好刚 联系了哈士舰委员总工程师王立生老先生 当时76岁的王老先生 是冰雪景观方面的泰斗 从参加筹备哈尔滨第一届冰灯油园会起 就与冰灯雪雕结下了不解之缘 听到好刚的想法之后 二人很快搭建起写作班子 2003年完成了黑龙江省地方技术规范 冰灯建筑技术规程编写 获得省技术监督局和省建设厅的批准 在全省颁布执行 据好刚介绍 当申报国家级行业规范时 建设部虽然批准了立项 但要求将学建筑技术标准一并完成 制定国家级行业规范 冰雪景观建筑技术规程 没有经验可循 没有依据参考 甚至没有成型的做法 哈尔滨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就牵头组织20余家单位几十位专家参与 王立生为技术带头人 好刚为第一主编人 他们应是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任务 仅仅一项血试验 就用了足足两年的时间 2011年8月 国家级行业技术规范 冰雪景观建筑技术规程 获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 于2012年4月1日正式施行 填补了国内国外冰雪景观建筑技术规范的空白 谁能想得到 当时作为哈尔滨市建设委员会的 一名公务员的好刚 竟能默默地下定决心 为解决冰雪景观建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和事故 聚集起一致老弱病残 经过寒冬飞雪磨练的技术团队 满载着对槟城的热爱 克服当时对于大型冰雪游乐园 和大型冰雪景观建筑建设 没有先列可查 没有经验可循 没有参考依据 没有成型做法 没有基础数据 需要在极寒环境下进行实验的重重困难 一切从零开始 从问题提出 构想开始 确立项目 大量实验 数据采集 研究探讨 申报立项 精心编撰 修改完善 多方论证 审查报批 出版发行 一部带着冰零和雪花等归程 凝结了编撰人员太多的艰辛 在鹅绒般飘荡的雪花中诞生了 梅花相自苦寒来 历经十多年的努力 国家级技术规范 冰雪景观建筑技术规程 终于问世 这是对冰雪人奋斗魔力的最高褒奖 随后多年的冰景建设活动证明 省级冰灯建筑技术规程 有效地发挥了对冰灯景观建设指导作用 冰灯景观建设质量 安全明显得到提升 事故率大幅度降低 已经经历24年风雪的冰雪大世界 年年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冰雕群冰雪史册 则以哈尔滨中央书店为原型 进行二次创作 用一幅幅照片 一个个精彩瞬间 为游客讲述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 24年蓬勃发展的故事 展示哈尔滨后继60年的冰雪文化与魅力 哈尔滨人用冰雪造就了文化 又用文化升华了冰雪 冰雪承载了这座城市 不可磨灭的荣光